所谓的皮险其实是指真菌一类的微生物在皮肤上感染所导致的皮肤病 那么既然病医已经找到了只要针对性的治疗就可以了 那么就是使用抗真菌的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那么对于抗真菌的药物我们如何选择呢 通常我们会选择如特比耐酚 预取康座 铜康座 辉煌酶素 两性酶素B等药物进行治疗 这些药物选择需要根据不同种类的真菌进行合理的选择 因为这些药物对不同种类的真菌效果是不同的 那么既然要确定真菌的种类就必须通过临床检查才能做到 最基本的临床检查就是皮肤刮片显微镜观察 这也是诊断皮肤病常用的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 被病原微生物破坏的皮肤组织 我们也需要使用其他的药物或保健药物 帮助其复原 从而达到缩短病程的目的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选择乳铁蛋白 卵磷脂等 来帮助提高皮肤美丽和帮助皮肤重建 帮助那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